我們搭一搭鋼鐵股 有朋友問三四七安鋼 他說可不可以買入呢? 多謝您的 我們自己看 如果看內地的情境 或者叫做他們的政策面 雖然說又是想大家去想去谷基建 但是又不像可以走回這一輪 不像會走降這一邊 始終你整個內房的結構 或者叫大型基建上面又不像太多的話 暫時我們覺得你說當商品股去追落後 問題是降價我們又不是看他升很多 那真是純粹當薄的 就是剛才說的基本面我見不到什麼特別利好 純粹真的純粹薄市場 會不會突然勾勁找一些有息金 就是不是叫有息金 就是商品股叫做便宜一點的板塊 就是這樣追一追進去 因為他現在預測市盈率都不夠四倍 有機會這樣被人追一追的 那如果他突破到4.1 那我覺得動力容易出到來的 如果突破到4.1 你就搏他上4.7 那你如果你這一刻已經搏 那我就會短線設置3.5毫半 做個防守止洩